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驱突围 科特为什么人气这么高 暗驱突围 卡莫娜究竟有多少遗憾 电视台科特小队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吧 身为电视台难谈的Bose 科特、鲍里、罗尔夫、鲁莽、伯纳德、老六 三个人配合起来防不胜防 一个老鼠胎让大家交了多少学费 这些科特小队为什么被这么多玩家喜欢呢 首先就是科特小队的配置 是暗驱目前所有男团中配置最高的 一个地图,三个男团 首领就已经是独树意志的神戴了 科特喜欢正面交火使用手雷 堪称人心排击炮 罗尔夫提着斧头就能跟特显拼刀 伯纳德这个老六还会突然给你抢 三人默契配合就先不说了 这位黑金的小队 三兄弟的装备也十分精良 然后拿下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可以说多斯洛阿贾克斯洛 但你一定不能说电视台三兄弟是好惹的 然后拿下他们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也是电视台科特小队名声在外的原因 其实就是除了自身强以外 科特小队还十分训练有出 特别是科特能够根据战场形式 调整自己的战术 就是在特显防守严密时 利用爆炸物来打开局面 在特显分散时 集中火力逐个击破 暗驱以硬核设计的手游数缺 更与电视台这张地图是分不开的 比起单打独斗 电视台更适合玩家进行团队配合 比起进行战术上的安排 比起其他同类游戏 暗驱要更接近现实中的枪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男生 喜欢暗驱这种硬核设计手游的原因 在电视台南昌的强力压迫下 玩家会更加紧张 最后放大 最后取得游戏胜利成功时的喜悦 在卡莫娜到底有多少遗憾 固队已经彻底打散了 我没法统计伤亡情况 广播里还是些明星出规的新闻 根本没有这赞与卡莫娜 总有人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 因为欧特斯的黄金能够买下一切 包括我们的荣耀 不好意思啊 谁活着 谁说了算 你的女儿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没一个女儿 有人告诉我 我们就和她一样 在停下前 谁都不知道结果 按说话 我们是怕的 不怕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站在这里 没有其他原因 你自己选择了 特别无论 呦 这一枪也是你拥有的吗